根据洛杉矶国际机场上周五发布的新闻稿 机场的运输安全管理局TSA 已经为部分安全检查站装设新的脸部识别技术 用来核查旅客身份 旅客在TSA检查区内 可能会被要求把带照片的证件 查入最新的证件验证技术装置CAT内 装置的摄像头将会比对旅客的面部特征 与证件上的照片确认两者相符 经过比对确认后 TSA官员将进行核实 而旅客不需交出实体证件 即可通过检查站 必要时 TSA官员可以要求额外的身份验证 目前 TSA正在通过已经安装的验证装置 收集数据 衡量脸部识别与验证身份的速度和准确性 新闻稿指出 CAT验证装置拍摄的照片 将不会被储存或用于安检身份验证以外的 任何其他目的 旅客也可以选择不采取脸部识别 并使用其他验证程序 新唐人洛杉矶记记者站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